哈囉,我是姊莎 好,我是妹妹San 我們從表題看到的 今天會有兩個主題 一個是DUO卸妝膏的介紹 另外一個主題是三文一的評比 那我們就先從卸妝膏開始 上一集一字雙的評比 就有跟你們稍微提到 DUO的卸妝膏嘛 簡單介紹一下他們是日本的品牌 這個卸妝膏是2010年誕生的 之前是由晶雞小子代言 現在這個年代還有人知道晶雞小子嗎? 在2019年的8月 品牌有更改形象 現在都換成這種鮮蓋式的包裝 而且logo也變得比較好看 但包裝也變得很有質感 這品牌跟新的同一年 他們的銷售就達到1000萬盒 他們有非常漂亮的成績單 在日本Ed Cosman卸妝膏裡面 他們纏連6年的冠軍欸 我們自己用過就可以理解 他們到底為什麼這麼紅了 現在在台灣的各大藥妝店都可以買得到 有生成保濕、生成淨化、平衡舒敏 淨白透亮跟全能淨化 它的用法是在卸妝時候 臉跟手部都要保持乾燥的狀態下挖一勺 如果不到用量的話 大概是一顆櫻桃的大小 這樣一定要足夠才能卸完全臉的妝 我們會先放在手掌把膏體壓過之後再抹到臉上 搭配按摩就可以溶解彩妝了 即使用了定妝噴霧的底妝 就連藏在毛孔裡面的髒污跟彩妝都能卸得非常乾淨 我們之前有用過幾款卸妝膏 就是在手上壓過之後 它會變得像馬鈴薯一樣睡成一小塊一小塊的 而且沖水的時候需要靠按摩才會乳化 然後我們還有用過一款是類似凝膠的卸妝膏 卸完之後臉還會油油的 我們自己用下來沒有很喜歡 而且那一款眼睛會很熏 所以我們用到Duo卸妝膏的時候就覺得說 超好溶解 要超好卸 乳化速度又很快 而且卸完又不會油油的 也不會熏眼 那是給你們介紹我們最主推的 這款主要有三種黏土的成分 吸附老肺角質跟解決暗沉的問題 其他還有22種成分可以達到透亮 還可以保持肌膚的水分 改善膚色不均 斑點 暗沉 提出透明亮白肌 主要是針對成年人肌膚暗沉問題的卸妝膏 它的膏體很像泥狀 按在皮膚上很容易化開 卸妝膜的過程不會有悶感 泼水馬上就滷化了 而且鮮碗會有很明顯的透跟亮感 我們有半年比對是真的明顯有感 我們比對全能跟它的差別最明顯 中間還會有一條線的樣子 這邊是灰色的 然後這邊是黑色的 注意看一下兩邊這邊的透度 這邊是偏紅的 這邊是偏透的 白的跟透的 這邊比較透 它這個可以感覺到 然後會亮點 這裡 這裡不太亮 皮膚一透就會有年輕的感覺 雖然它是我們這五款裡面 最喜歡也是最爽推的一款 也是最適合各種膚質的一款 這款主要針對有 黑頭粉刺肌膚粗糙 泛油光混擾的人 他們獨家開發添加黑色粉末和活性碳 這兩種碳配方 可以徹底吸附多餘的油脂 跟毛孔的髒污 質地真的很像冰淇淋 氣質過程又很像奶油 在鍋子裡面融化的感覺 很快就化開轉成油狀 是五款裡面卸濃妝速度最快的 我們有在濃妝的時候 半點實測比對過其他款 這邊已經溶解了 但是這邊還在溶解中 它的卸除力會比其他款還要得快喔 像是比較難卸的底妝或是睫毛膏 它都是最先溶解的 我們在剛開始試用的時候只知道他們的名字 可是我完全沒有去看它的訴求是什麼 忘記是哪一次我跟她說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黑頭粉絲變乾淨了 我們後來才去官網認真看他們的訴求 但是有卸妝黑頭粉絲才會被清得很乾淨的感覺 畢竟黑頭是自身浮礦或是各種環境造成的 加上不是每個人天天都有上妝或卸妝的需求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帶一些粉絲的話 要擦相對應的保養品 我只是某天發現它可以把彩妝跟黑頭髒污去除得很乾淨 我放這款在LDK雜誌的評語給你們看 這款在日本卸妝產品有連續銷售五年冠軍喔 試試它在2022的LDK雜誌 10月份內版有獲得A賞 它有在日本露天2023的2月份 卸妝膏排行獲得第一名 它獲得獎項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真的是名副起始耶 有黑頭粉絲的人真的可以用這款來卸看 你們的黑頭就可以消失得無影無蹤 接下來是深層淨化 它的字體都是黃色的喔 它主要的訴求是清潔毛孔髒污 還可以軟化角質打造清透水光肌 它裡面含有抗衰老成分還有植物精華 它是這三款透明質地裡面最清爽的 卸完一樣是不會緊繃不油膩 雖然看衰老這地方我們比較沒有特別的感覺 但是它跟其他款半年比對過 它卸完的毛孔是縮最緊的那個 它真的有達到緊緻肌膚的效果 卸完的時候皮膚會有亮白的感覺 所以這款真的很適合毛孔粗大皮膚不夠緊緻的膚質 接下來是深層保濕 這款的話它是適合所有膚質 特別是皮膚乾燥人 因為它比較保濕 所以在卸妝過程不會一直拉伸 然後產生細紋 它有31種對抗皮膚老化的成分 還有24種植物精華 它的料體一碰到臉的時候會有涼感 不是薄荷的那種涼喔 是涼水的涼感 我在皮膚上的瞬間就已經融化了 臉上的彩罪會融成液態 會像水這樣流下來 它整個很白欸 哇 它整個很白欸 哇 它整個很白欸 哇 一波整個就已經融化了 嗯 但全還沒有碰手 我手都還沒有碰嗎 我手都還沒有碰嗎 只有用卸妝膏就可以這麼亮白 完全不是靠洗面乳 卸完皮膚會有保濕而且嫩嫩的感覺 官方是說早上洗臉的時候可以當作結顏膏使用 其實日本的翻譯好像也是翻成結顏膏的意思 就是可以當作早上的清潔用品 我們自己也是用完他們的卸妝膏都不會洗臉 因為它不會油油滑滑的 除非是像我們上次實測啊卸了很多次 我們最後一次才會用洗面乳洗臉 等一下如果有小小的卸紋或是皮膚比較偏乾的膚質 可以試試看這一款 這款也是有得到LDK雜誌裡面 BEST BY獎 推薦購買的產品 他們家都是很多款都有上版 最後一個是平衡舒敏 它是綠色字體 它是給敏感泛紅肌用的 提升肌膚的防禦率 安定保水一次OK 它不是是好了可以聽嗎 可以提升肌膚的防禦力 它是還有抗發炎成分的藥用卸妝膏 所以敏感肌超適合這一款 剛才為了拍照然後放癢 然後我現在把它用掉 等一下用的是綠色這一罐 平衡舒敏 雖然是三款透明質體裡面最厚的 但是不會有悶感 手掌壓過之後膏體會像水乳液的質地 手一抹到臉上妝就溶掉了 你們可以看到我按摩的過程 臉上的肉粽被壓到凹陷的樣子 可是肉沒有左右來回移動 代表這個膏體的摩擦力真的很小 我今天用的是含有沉默劑的底妝 一樣也是溶解得很快 有上染眉膏眼線超快的 眼線 蝶毛 喔 掉了 你看好快喔 稍微撥一下就掉了欸 掉了好幾個 眼線先搓一搓 哇 好快的掉了喔 超快速的耶 我剛才這邊也有用染眉膏 然後這邊也是很快速的掉了 白眉膏不是都會硬硬的嗎 這個很快就溶掉了 好快喔 卸水耶 像水一樣這樣流下來 像糖質一樣 沖水 擺半個嗎 我現在好像毀耶 我現在全部沖掉之後再給你看 吸完了 它卸的速度很快耶 尤其是我用的是很黏的假睫毛膠水喔 結果它是卸的感滿靜靜的 睫毛根部有沒有殘膠感的感覺 沒有啊 就是完全是像我素眼的時候的睫毛 現在完全一點黏感也沒有欸 這邊也是啊 很乾淨很乾淨欸 卸完臉不會有油感 我也沒用洗面乳洗臉喔 假睫毛的根部也沒有任何的殘膠 就連泛紅都沒有 完全就是為我這種泛紅敏感肌而生的卸妝膏 而且整張臉很亮欸 因為它的質地比較厚 所以在卸妝過程比較不會拉扯肌膚 對於皮膚敏弱的人 卸妝就會比較溫和 這款在LDK他們一試用之後 就獲得他們的好評 他們當時是測試這四款 他們在評比的時候 黑色全能進化還沒出來 所以他們就做了評比這四罐 這罐平衡舒敏就是被他們評比為 卸底妝卸得最乾淨的一款 前面說到的任何功效可能是當下有感 可是如果長期使用他們卸妝膏下來的話 我覺得皮膚應該會有一點變化 雖然它不是保安品在臉上 你只有帶一下下 甚至不到一分鐘 不過它卸妝的過程很療癒 而且卸完了感受我們非常滿意 他們相同的點就是可以卸全臉的妝 就連很難卸的防水睫毛膏都可以卸掉 因為像一台卸妝的產品 眼唇一罐 臉部一罐 但是有另外的狀況 如果你有上眼妝是大亮片的那種的話 就不要用這個單純來卸眼妝 因為大亮片顆粒的話 可能也是有一片一片式的嘛 很容易在卸的時候也是刮皮膚 卸亮片的話是用膠帶黏一黏 先把它黏掉之後再去用這罐卸全臉 我們說的是片狀的亮片喔 不是粉狀的亮片 像這種亮片膠有大顆粒的那種 或是這種亮片顆粒的眼影盤 都另外黏掉會比較好 所以有乾燃的情況的話 我們建議是分開卸 第二個共同點就是不會拉扯肌膚 也不會磨擦肌膚 好處就是不要像卸妝水那樣子 可能擔心卸得不夠乾淨啊 就要卸兩三次 不會一直磨擦肌膚 也不會像卸妝乳一樣 卸完之後還要再洗一次臉 不會像卸妝油一樣 卸的過程滴滴答答的 但是它又跟卸妝油一樣好卸 第三個相同點就是 就是帶它們出國的話 不用擔心客數 如果是飛遠程的話 飛機上還可以卸妝 或是放在行李箱的話 就不用擔心它們會溢出來 因為它完全就是固體的 我們用這五款都非常溫和不刺激 而且都沒有因為它們長過痘痘 雖然官網上面每一款都有寫它的味道 近百款 官網說它是羊柑橘 但是我們覺得它很像一個蛋糕的味道 提拉米蘇那間店有一個蛋糕口味 光蜜檸檬生乳酪糖 那一款蛋糕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們非常常買 不過它的味道是很淡很淡 所以是湊很淡才聞到 但是其它款的話 像它們有說什麼玫瑰味啊 或是乾草味 那些味道我們都覺得非常非常的淡 但到你鼻子要湊很淡 才聞得到 有時候其實在卸妝過程是聞不到的啊 真的只有近百才會有味道 記得它們要放在乾燥陰陽的地方 不要打開 要把它合起來 也避免放在陽光晒到的地方 我們把這五款做一個表格給你們參考 如果是不知道自己該選哪一款的話 可以參考表格 怕的不懂的話可以私訊我們 網路上代購真假參辦 所以要在官方通路買會比較安心 而且保證都是正貨 現在在團購 然後在團購期間是 所有通路裡面最優惠的 如果之前有買過的話 可以趁這次的團購回購 那我們團購的組合跟優惠 我們會放在資訊欄 那我們稍微跟你們講一下 現在只要買一個正妝就會送 迷你罐20克 買兩罐正妝的話是1750 買四罐的話是送兩罐迷你罐 買六罐的話是送一個正妝的 再送一罐迷你罐 送的正妝就是我們推薦的金白款 它是所有膚子都可以用的 但是小罐的話就是隨機喔 喔對小罐還可以夾夠喔 如果想要湊單的話 可以加入我們的群組 可以推薦給你那個 可能黑頭粉刺很多啊 或者是毛孔粗蛋的朋友 或是膚色不均 暗沉蠟黃的朋友 一起團購 接下來是一堆三紅衣的評比 有開架跟專櫃的 我們會先從質地分類 適合底妝前還是底妝後 全部都會適色上妝 有包含蜜粉前跟蜜粉後 還有染色問題跟雀斑人的解決方法 最後我們會再做個總結 三紅選手韓國品牌有 它會有點涼涼涼涼的 像是乳液的感覺 乾的速度比較慢 質地是這次評比裡面最透的 也是最難駕馭 妝像是屬於透明光澤型的 質地像是Pony紫色妝前乳 比較飽滿 是那種悠悠滑滑的感覺 中間會慢慢轉乾 最後會變得黏黏的 也是屬於偏透的質地 妝像是屬於光澤 蠻容易染色的 那大家看一下 我這已經是卸完妝的手 它的質地類似輕薄的防曬 妝效也是屬於光澤型 這款有分亮澤款跟輕透款 我們剛好有買了兩色的亮澤 跟兩色的輕透 差別就是在亮澤型有珠光細閃 不過如果也是看不到閃片 感覺比較像是透透的金屬光澤 輕透款的話是沒有任何的珠光細閃 那我們買了兩款 兩色的質地有點差別 淺色的話是比較油滑 妝效是屬於微光澤 淺色的話可能是因為色粉條比較多 所以比淺色阻力多了一點點 差別不會太大都是屬於油滑的類型 妝效也是屬於微光澤 塗開的時候油滑感比較明顯 色料是非常飽和 所以用量只要一粒米就好了 就可以拍出很漂亮的腮紅 因為它的延展度很高 推完會完全變成乾爽 完全不會黏 妝效是微光澤 摸起來質地像是水 但是只要推開馬上就化成粉末的感覺 妝效是斷光 摸起來很像是轉換霧面的唇釉 剛開始塗的時候很滑順 很快就會轉成乾爽的質地 是那種霧面的妝效 光澤腮紅跟霧面腮紅 其實會隨著底妝有點小小的不同 我們都是用高遮瑕的底妝來測試 這樣看卻滿透出來的程度 就知道它有沒有破壞底妝了 不過我覺得液態腮紅 對浮寬好的人來說 他們可以直接點在臉上 然後直接拍開 還會看不出破壞底妝的樣子 像我們這種瑕疵機 其實要用液態腮紅的時候 就要注意用法 還有力道 還有顏色的深淺 就是盡量讓雀斑 痘印還有坑洞 不要透出來太多 我們等一下上液態腮紅的用法 都是腮紅液擠在手臂上 這樣推均勻推薄之後 再用海綿或舒服雷去沾它 再上臉 因為這樣子帶走底妝的機率 比較不會那麼高 我是不建議瑕疵機 直接點在臉上 像我們體溫比較高 所以其實不適合直接這樣點 畢竟是水妝的產品 對我們來說 就是破壞底妝的機率是越高 之前的影片有人建議說 挑前幾名去上就好了 因為有些人他自己有買某幾款 所以他會想看那一款的妝效 就是對那一款有興趣 所以我們還是會全部都 排出來給你們看 你們可以按章節去看 我們每一款都會測試 蜜粉前跟蜜粉後 但是Feed這一款它的顏色很多 所以我們是挑一個淺色腮紅 跟一個深色腮紅 還有一個打亮色來上 那先來看Feed的液態腮紅 它是評比裡面水分最多的 所以在手上都推到薄薄的再上 加上它乾的速度是這次評比裡面最慢的 所以拍的力道要更輕更小心 我會在旁邊拍幾下 讓料體乾一點再上 你們看我現在只要拍幾下而已喔 就已經看到雀斑稍微跑出來了 雖然光澤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雀斑一覽無影 現在再把燈光調暗一點 比對妝前跟妝後的狀況 如果是單用手上的話 它的光澤比較強 但是更容易帶走底妝 剛才其實那一坨已經全部上完了 然後顯色都是這樣 這邊是眉霜這裡是有霜 但它好像完全沒存在感 因為它的質地很水 所以我用比較容易吸水的海綿來上妝 沾水的方式是用擦的 海綿吸的色量會比較平均 先在旁邊把多餘的水分拍過 我都是輕輕的拍喔 幾乎都是碰到臉 就馬上離開的那種 這時候其實它的水分 已經把臉上的蜜粉吸掉了 尤其是淺色容易不顯色 就需要再疊第二層 如果在同個區塊疊第二層 底下的底妝就會被溶掉 呈現斑駁破洞的樣子 已經破壞底妝了 還是看不太到腮紅色 那如果你想要疊加的話 就是底妝破壞的越明顯越大而已 底妝的厚薄度已經不一樣了 雀斑都透出來了 因為正常人的社交不可能只有 相光那一面嘛 所以你不管轉到哪一面 這次還是會有破綻啊 這個膠接觸了 然後這裡的底妝也都被破壞掉了 因為這款顏色是偏深的 但是透度又比較高 所以透出雀斑的地方 把雀斑加深的狀況又更高了 這款質地就是屬於 會把底妝化開 然後底妝又會位移 也是這次評比裡面 最容易透出雀斑的一款 上這款真的要很費心 不知道鏡頭看不看得出來 這裡有個邊界 所以這邊其實是腮紅液 這裡是底妝 說沒有帶走底妝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是多跟少而已 這款就是屬於帶走底妝比較多的類型 而且你看 我的雀斑都跑出來了耶 這個機性 它非常明顯 有上跟沒上 這個顏色很快就顯色了 可是上妝的海綿 可能要挑沒有轉角的那種 上起來邊界感才不會那麼明顯 但是因為它還是會破壞底妝 又加上深色疊加 會有不均勻的色塊 就會很像上腮紅的地方 有受傷疊痂的樣子 這裡的底妝都被破壞掉了 這裡也是 蜜粉之後的水光感就會很低 這款打亮的亮片顆粒真的是蠻廉價的 而且是屬於比較沒有質感的 很像是小學生的亮片膠塗在臉上 完全不能用正常的社交距離看 不過因為光的折射 某些角度會看不到底妝被帶走的狀況 所以沒有像光的話 會看到臉上有一塊沒有底妝 很像是一些粉狀的打亮 轉到正面的時候會有黑黑的一塊 上面還有黏著蓮醬的亮片顆粒 添加同款的腮紅液之後破洞越大 也會更明顯 亮片像閃閃的沙 全都是壞掉的底妝 這一片都是破掉的 很破很破 超大破洞 有趣的不然就是會很明顯啊 就感覺你的妝好像是有個厚度 但其實還好我覺得我的妝沒有很厚 接下來是Nuse 它這個是養膚腮紅液 它是Romain的姐妹品牌 而且它的名稱很特別喔 它是用Nuse跟Nuse合起來的名字 所以才叫Nuse 就是把熟悉的東西跟新的東西一起結合 這款的話不只可以當腮紅 可以校色還可以提亮 它是素食彩妝喔 現在上妝 這顏色對我們來說太淡了 所以不自覺會疊加很多次 而且它會氧化所以乾掉的地方 邊界感又更明顯了 所以建議我們這種雀斑人 液態腮紅不要挑太淺色的 它們這一系列的質地 不是絨膚也不是疊加上去喔 是讓底妝變薄 而且黏走底妝 會黏走 一件底妝 這底妝 這如果疊太多次好像會被黏走 這一塊是掉的 腮紅的飽和度 我已經用了這麼多量了 現在全部用完 水光變低了 讓我這邊的光起來比較強 它的飽和度 這個顏色剛拍的時候 跟底妝的顏色太接近了 幾乎看不到顏色 就會回沾手臂上的料體 一直往臉上疊加 變成把底妝壓掉之後 腮紅區塊都是它的料體 顏色才會出來 但是這個時候其實已經看得出來 底妝已經有破洞了 有被黏掉底妝也變薄了 旁邊沒有破掉的地方 就是底妝 在疊上腮紅料體 會呈現有個厚度 然後會看到 周圍都是腮紅液氧化的顏色 用這個角度上妝 你們會比較看得到 破壞底妝的樣子 這一條 都是邊界 然後去的半也有跑出來 底妝已經變薄了 所以會有個破洞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戴Nuse的話 除非你是想要微微校色 不然如果你要把它當腮紅的話 就不要挑的太淺色 一直看不到顏色就會狂疊 度眼 然後這是腮紅 只有一點點而已 疊了非常多層 整個手都已經弄掉了 才是這樣子 底妝之後也沒有光澤 前面有說過這款是油滑質地 中間會轉乾 但是最後會變成黏黏的 所以上妝也要小心 拍的時候也不能太用力 但是還是有透出雀版喔 就是底妝會變薄 但是腮紅跟底妝融合在一起 但是邊緣還是要稍微再把它過度一下 不然會有一個明顯的邊界 它也是會帶走底妝 但至少不至於是斑駁的樣子 也有可能是因為這個顏色的彩度比較高 也比較飽和 只是腮紅的邊界要稍微處理一下 一樣是先把它在手臂上推薄 但是我在旁邊有拍掉多餘的料理 所以反而跟蜜粉融合得很好 之後底妝變得比較薄一點 但是因為它的顏色比較顯色 所以就不用疊太多層 它有掉但是它是變薄的掉 不是破掉的那種 而且我覺得顏色還蠻可愛的 不過我有刻意上到很飽和的程度 一樣是輕拍的方式 不要急 我一樣要壓一下 算還不錯耶 都沒有什麼邊界 雖然看得到去的吧 但是沒有破洞 我覺得算很好看 而且跟那就是有拍過的地方 跟蜜粉之間都沒有交接 少用疊加或是沒有帶掉底妝也沒有邊界感 但是顏色跟膚色太疊近 看不到腮紅飽和度的時候就會一直疊加 然後疊加到第三層的時候 底妝開始變薄了 就會透出一些雀斑 不過不是很明顯 其實這個顏色疊加了那麼多次 還是太接近我們的膚色 淺色的話好像比較容易帶走底妝 因為顏色又不飽和 然後疊加之後還是會有點斑駁 淺色比較有這個問題 所以自然敷的人可能會看不到這個顏色喔 而且可能會因為疊加到最後變成底妝會越來越薄 建議直接挑深一點的色號就不用疊加那麼多次了 所以顏色的生前還是有差別 這個顏色是龜類在亮澤型的 一開始我是用乾海綿 結果它吸到太多料體了 就上不了顏色 後來換成舒服咧 顏色就有上去了 但是因為剛上的時候蜜粉已經被它吸掉了 所以就剩下下面的粉底 有上色了 會帶走底妝 再疊上去塞紅那個區塊 要是皮膚不平滑的狀況 像我LEGO那附近就有幾個凸起的巧克力 底妝就會被黏起來 平滑的地方就會有斑駁的情況 它不會有很明顯的界線 可是會有點斑駁的感覺 淺色的不適合在粉狀後上 因為你們為了讓它更顯色 就會疊加很多次 就會有斑駁的情況 這支的顏色比較飽和 拍的次數就不用太多 上兩次的料是不會帶走底妝 而且也沒有別界感 還會有光澤的妝效 這款的容幅度算是不錯 我跟皮膚的融合度很好欸 而且完全沒有邊界 這邊全部用完了 顏色是有顯色的 然後光澤度 第三層的話會微微的透出一點雀斑 不過還是沒有邊界感 這顏色比淺色好像手很多 大概只要兩次顏色就可以夠顯色了 而且會有光澤 還可以上出水光的妝效 原本上第一層的時候還算是安全過關 這樣一點點就有顏色了 可是想要再疊加飽和度的話 底妝就會變薄 加上這個顏色比較顯色 所以有上的區塊邊界感就會比較明顯 而且蜜粉之後上都沒有光澤喔 這裡還是有掉妝 所以不管是淺色還是深色 這個質地都不能在蜜粉之後上 如果想再疊加第二次增加它的飽和度的話 像我們這種雀斑人就會很明顯 有沒有這地方都有波動 這個雀斑就跑出來了 底妝有背帶掉一些 好可惜喔 它顏色有夠可愛 如果這種比較顯色的沒有控制好用量的話 色塊感就會比較明顯 腮紅也會變得比較不均勻 後來我用有色的蜜粉補救一下 再重新疊加 還是不太均勻 所以HITS我們還是不建議蜜粉之後疊加 雖然顏色很可愛 我們在蜜粉之前有上這四個顏色 那先讓你們看一下妝效 接下來是NARS的液態腮紅 上一層雖然底妝有變薄跟透出一點雀斑 但是容幅度非常好 完全沒有別界感 很讚耶 喜歡 疊到第二層的時候不會帶掉底下的腮紅 或是底妝 顏色會疊得更飽和 可以上出有顯色度的水光腮紅 上妝的時候不用太小心翼的注意力道 這個含妞要的光澤不就是這種嗎 對還有光澤耶 薄薄的上就有一點點顏色 這時候就可以停了 底妝會變薄一點點 但是不太明顯 算是和底妝融合得很好 如果還是想要讓腮紅再更顯色 疊加上去還是會破壞掉一點點的底妝 而且它上不出水光的效果 再疊加看看 不同角度還是看得到 有一點點帶掉底妝 稍微有一點厚度 然後又有一點變薄 但我覺得它人與人正常的色焦距離 其實看不太清楚 站到一定的飽和度它會有個光澤 我覺得這樣子還蠻好看的耶 所以瑕疵機還是不適合在蜜粉之後上 上不出水光也可能上不均勻 這裡面帶有一點珠光 也是屬於上完臉部會有更好的立體感 用量不用太多 一樣是非常好上手 跟剛剛的淺色一樣 想要顯色的腮紅底妝就會變薄 皮膚的瑕疵就會透出來 上到第二層的時候顏色就有增加飽和度 有粉粉嫩嫩的感覺 但是沒有什麼光澤感 後來我又再疊加第三次 這次就all in了 這時候臉上已經有斑駁了 人與人正常的距離還是看得出來 如果想要光澤就只有換取斑駁 所以還是建議底妝前上是比較好的選擇 接下來是real beauty的腮紅液 雖然底妝有變薄 但是完全沒有邊界感 雀斑有稍微透出來一點點 但是是漸層的那種感覺 它是屬於雖然會讓底妝變薄 但是顏色還是會覆蓋上去的質地 至少不會破一個區塊還是斑駁 所以雀斑透出來的程度 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它上妝之後就蠻巴臉的喔 所以它的卸妝會有一點不太好卸 我這次用卸妝水 要稍微用力的搓 所以它蠻巴皮膚的用力搓 這樣才搓掉 上第一層的時候雖然有透出一點雀斑 但是腮紅和底妝的邊界感不會很明顯 不過我在疊加第二層的時候 沾全都不均勻 為了想要抓相機的對焦 又耽誤到拍開的黃金時間 因為它量解乾得很快 所以在顴骨的地方就留下幾個印子了 不過這是另外的狀況 因為它這個質地乾得很快 如果有不小心沾一坨上去的話 它就這樣乾在這邊 它的質地乾得太快了 在上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在手臂上拍均勻一點 不然會像我這樣子 一塊一塊 它那個質地都卡在我的皮膚上面 直接乾掉 不然它的妝算其實是蠻均勻的 周圍都不會有邊界感 我又重新上過一遍了 現在的腮紅是非常平均非常完美 底妝也沒有被蹭掉 就是在取腮紅的時候 粉撲要沾得平均一點 旁邊還要稍微再按壓過 上出來就會像這樣子 不會有任何的底妝被帶掉 也不會有邊界 也不會有厚粉感 它其實可以不太帶走底妝 而且也是最沒有邊界感的一款腮紅液 完全沒有帶走底妝 也沒有任何的邊界 好顯色喔 這是因為顏色比較深 就不用上那麼多次了 而且很快就可以拍好了 也不用控制力道 就可以像出很漂亮有光澤的腮紅 這個是光澤版的 它也是沒有帶走底妝 底妝會變薄 確保還是有跑出來 但是好處就是跟底妝沒有邊界感 有微微的光澤 一點點 可能剛才雀斑就沒有遮得很好 所以現在用薄了之後 雀斑又更明顯了 確實還是有變薄 雀斑還是有透出來 但是Rail Beauty的好處就是 它沒什麼邊界感 它是漸層式的變薄 如果雀斑人很在意的話 就是要用我們等一下說的方法 雖然它轉乾爽的速度還蠻快的 不過因為我們上了高遮瑕的底妝 拍過的地方雖然是沒有透出很明顯的雀斑 可是可以感覺到底妝變薄了 尤其是轉到正面的時候 顴骨接受到的是側光 雀斑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底妝厚薄度的落差 轉到一個面這地方看起來好像有變比較薄 所以底妝不能上太厚 再來試試看整個這樣用 然後旁邊拍桿眼 像多層一點還是會帶走底妝 但它的光澤很漂亮 有欸有一個波動 轉成正面就看得到雀斑這一塊 好可惜喔 不過在額頭邊有斑點地方上起來 好像是沒有看到底妝有變薄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款可能不太適合瑕疵機 這真的是比較適合皮膚好的人 像我額頭皮膚就還不錯 這邊就不行 缺乏還是會露出來 尤其是轉到正面就會有破綻 一上上去就有帶走底妝了 但是那個光澤都還沒有出來 好像沒東西欸 再疊加第二層它有一點點的光澤 但是底妝破蠻大洞的 不過後面都會有解決方案 沒感覺到太破了 這邊其實已經很明顯有破一塊 轉到正面看得更清楚 因為這裡是陰暗面 像光的時候看不到 但是轉到正面就看到這裡都破掉了 所以addition對我們來說還是 妝前妝後都有點不好控制 但很可惜它的光澤很漂亮欸 好解決這些破壞底妝的方法 我們自己試了跟工具一點關係也沒有 之前在IG的RELS有用一個解決方法 但是我們是換工具 這一次我們不是換工具 所以以下是針對瑕疵機的用法 是針對我們這種瑕疵機 我們是加了遮瑕液 如果瑕疵不多的人是可以加粉底液就好了 遮瑕液不要選太乾的 要有一點保濕度的 也不要選有沉膜劑的 我們自己用法是 腮紅液跟遮瑕液先混在一起 先拍上去之後 會有比較大塊的腮紅邊界嘛 之後再上底妝 這樣邊界就比較自然 不夠可以再疊加到滿意的飽和度為止 如果這個時候上完底妝 發現腮紅的飽和度不夠的話 還是可以拿回剛剛上腮紅的那塊海綿 繼續疊加 全臉底妝拍完之後是這樣 像我和角度都沒有破掉 腮紅液疊加遮瑕之後 雀斑就不會那麼明顯 而且跟底妝也可以融合得很好 也不會有任何破洞 雖然它很淺還是看得出來 深色腮紅液的用法也是一樣 把遮瑕和腮紅液混合 這個用法上出來的顏色 其實跟上完底妝再上腮紅液的差別不會太大 不過都可以繼續疊加讓腮紅更顯色 除非你平常喜歡的腮紅顏色要超級明顯 可以在上完第一次腮紅之後 再混一次粉底或遮瑕 但是這次要讓腮紅液的量再多一點 就可以上出更顯色的腮紅了 如果上得太飽和的話 再用粉底往上拍就好了 這次不會太活著屁股 底妝沒有被破壞掉 這個方法是我們試過最好的方法了 底妝完全不會破 然後腮紅會上出顏色 而且有光澤 所以想要有水光妝效的腮紅 可以用這個方法 我們用了這一輪下來的腮紅液 韓國的呢都是偏水偏透 顯色通常都上不太出來 如果疊加比較多色的話容易帶走底妝 硬要選的話我們一定要選深色的啊 我們的建議是盡量不要選擇 膨脹色或是太淺的顏色 像這種太淺的顏色其實都上不出什麼顏色來 就會一直破壞底妝 一直狂疊加 像MAKE這種奶凍腮紅 它也是屬於麻糬質地 壓下去會有痕跡那種 也不黏 手摸下去會有點像粉狀的感覺 還有FIT這種腮紅膏 這個我們之前影片也有示範過 這種都是比較好操作的腮紅 它也是屬於這種壓下去像印尼的樣子 就會轉粉 是乾爽的 完全不會黏 這種就不會破壞底妝 還有FIT的布丁膏 它雖然是這種QQ的質地啊 但是它用在手上的時候 它會轉成霧面粉粉的感覺 它的質地也是不會黏 而且不會帶走底妝 我們剛剛說那些質地 都是對雀斑人或是體溫高的人 比較安全的質地 只要是太水或是太黏的質地 對我們雀斑人來說就是很危險 體溫高的人也是啊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看到蠻多網紅 用腮紅液的時候 可能底段都稍微有點破掉 雀斑都有透出來 但是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還好沒有到很誇張 就不會像我們那麼糾結 如果雀斑人真的很想要水光的妝效 跟我們一樣即使破掉一點點底妝 你都沒有辦法接受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前面用的方法 雖然這個方法是有點搞光 但是它是不侷限工具的 不然我們還是乖乖用粉狀就好了 好 終於完成了這個主題 因為我們為了這個主題 搜集了很久也 花了很多時間研究 至少有花三個禮拜在試這些產品 因為我們試來試去 有時候狀況是時好時患 所以試了很多次 還好我們最後還是找到一個方法 不用換工具 拿你手邊有了遮瑕液就可以了 真心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這中間我們真的是卸了超級多次的 給你們看一下我們一直在跑廁所畫面 因為我們之前是用別的卸妝產品 所以卸來卸去其實臉質有點受傷 後來我們才接觸到Duo 真的很好用 臉真的不會受傷 我之前那時候卸妝的時候卸到全補啊 有破皮欸 還有一字刷的時候也是上上去卸 然後到脫皮啊 我之前刮到那部影片也是臉有脫皮 試這些評比的時候 我們希望可以給大家最好的參考方向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影片點個讚之類的啊 或是給我們鼓勵啊 多多分享 雖然這些過程都很累 但是其實我們自己也是玩得很快樂 只是有的時候會有職業傷害 現在有新的功能熱推幫我們熱推一下 就是幫我們按讚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跟追蹤我們的IG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